大脑锻炼,听题目找答案 第一题,农历新年的传统起源是为了庆祝什么? A,神仙下凡 B,五谷丰收 C,春天来了 答案是B,五谷丰收 农历新年的传统起源是为了庆祝五谷丰收 第二题,农历新年庆祝的日期通常在哪一天? A,一月初一 B,十月十五 C,三月五日 答案是A,一月初一 农历新年庆祝的日期通常在一月初一 第三题,农历新年发红包的传统起源是为了什么? A,增加人们的财富 B,驱逐邪灵 C,增加社交互动 答案是B,驱逐邪灵 农历新年发红包的传统起源是为了驱逐邪灵 第四题,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经常看到的武龙武师代表什么? A,财富和好运 B,长寿和健康 C,战争和英勇 答案是A,财富和好运 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 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中经常看到的武龙武师代表财富和好运 第五题,庆祝农历新年时 最普遍使用的是什么颜色? A,黑色 B,白色 C,红色 答案是C,红色 庆祝农历新年时 最普遍使用的是红色 第六题,年夜饭是农历新年期间的重要活动 通常是在什么时候? A,初一晚上 B,十五的前一天晚上 C,初一的前一天晚上 答案是C,初一的前一天晚上 年夜饭是农历新年期间的重要活动 通常是在初一的前一天晚上 第七题,农历新年的另外一个 一个名称是什么? A,春节 B,夏至 C,冬至 答案是A,春节 农历新年的另外一个名称是春节 第八题,除夕夜家家户户会做的传统活动是什么? A,放鞭炮 B,打麻将 C,捉迷藏 答案是A,放鞭炮 除夕夜家家户户会做的传统活动是放鞭炮 第九题,农历新年的动物轮回有几个生肖 A,十个 A,十个 B,五个 C,十二个 答案是C,十二个 农历新年的动物轮回有十二个生肖 第十题,在农历新年,人们为什么要贴对联和春联? A,驱逐厄运 B,招败尽宝 C,表达哀思 答案是B,招败尽宝 在农历新年,人们贴对联和春联是为了招财尽宝 第十一题,农历新年的传统食物之一是以下哪一个? A,意大利面 B,年糕 C,薯条 答案是B,年糕 农历新年的传统食物之一是年糕 第十二题,农历新年的习俗之一是拜访亲朋好友 这种习俗叫什么? A,索福 B,拜年 C,寻亲 答案是B,拜年 农历新年的习俗之一是拜访亲朋好友 这种习俗叫做拜年 第十三题,开工大吉是农历新年期间的习俗 代表什么意义? A,喜庆工作 B,开始新生活 C,关闭生意 答案是B,开始新生活 开工大吉是农历新年期间的习俗 代表开始新生活 第十四题,农历新年期间,人们会摆放以下哪一种花? A,玫瑰花 B,梅花 C,向日葡营 C,向日葵 答案是B,梅花 农历新年庆祝期间,人们会摆放梅花 第十五题,农历新年期间,家家户户会大扫除,象征着什么? A,清洁环境 B,习俗 B,驱逐历 C,送走亲友 答案是B,驱逐历 农历新年期间,家家户户会大扫除,象征着驱逐历 游戏结束 下次再见